儿童节即将来临 今年马公事公所与马公市民代表会 送给马公市每位学生一盒水彩 两支水彩笔 将陆续由学校领回发送给学生 盼培养儿童艺术涵养 推动美学教育 马公市长黄建宗分别前往伍德国小 中山国小参加儿童节庆祝活动 看到师生们满心欢喜地迎接 即将到来的节日 并赠送儿童节礼物作为温馨祝福 黄市长特别感谢翁钦克校长 张素文校长 还有两校教师团队和家长们的付出与栽培 更要肯定小朋友的学习历程 期许马公依娜在各方面都能表现出类拔萃 孩子们也非常开心与市长大喊儿童节快乐 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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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像白鱼纯节无下 这一次我们学校参加我们全国的博小的篮球锦标赛 先恭喜我们学校 有我们的林老师跟我们的陈教练来带领我们去得到的冠军 第一名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朋友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我们的资源比较少 可是如果我们出外去跟台湾竞争 我们都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这也代表说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学校老师 都非常努力地教导大家 所以说你们是一群非常幸福的小朋友 中山国小篮球队在林仁杰老师及陈兆颖教练的指导下 代表澎湖县赴新北市参加此项全国性的竞赛 17位篮球队队员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 澎湖中正国小等强队 最终在冠亚军决赛中对战台东三校联合组成的大五联队 展现出无比的韧性和拼劲最终夺冠 为澎湖县在全国竞赛中取得历史上的最佳成绩 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场上非常的拼 其实我们的身材没有比他们好 也没有比他们壮 可是他们真的很有韧性 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去努力的抢球 像我们在冠亚军那一战 为什么我们能够赢台东的三个学校联队 我们是一个学校去跟他们三个学校打 但是我们还能够赢他们 因为我们都努力的去抄球抢球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公式都是在我们这一边 虽然还有的小朋友因为这样受伤 被撞的都哭了 但是他们下来休息一下 还是马上再上去 另外张又成 欧瑞杰 许晨凯 张又宣 四位球员凭借出色的表现获选为大会明星球员 陈兆颖教练也荣获优秀教练奖 充分展现澎湖篮球后辈人才的强大实力 和教练团队高水平指导 王建宗说 中山国小篮球队的优异表现不仅为澎湖献增光 也激励了澎湖的学子们向运动领域发展的无限可能 马公事公所将继续支持青少年体育发展 为培养更多优秀运动人才而努力 记者王海龙报导